深圳晚报上密密麻麻的注销公告 占尽广告版面 陆媒华夏时报报道 中国中小企业出现注销潮 北京 上海 广州深圳一线城市 每天都有多达2000家公司办理注销 一口气较过去增加4倍 一大原因就是新版税法胜路 而从2019年开始 社保费用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不再是社保局征收了 中国税务总局公布新版个人综合所得税税制 2019年生效 公司员工社保从过去企业主动上报 转为义务 但大多数中小公司过去采低报 或根本未剿成为常态 新制上路后恐怕无力负担 更怕被查税 干脆收摊了事 因为过去都是由社保机构来课征 现在由国税局 也就是大陆所成为的税务局来课征 目前来讲有些省市有点落差 以上海来讲都将近40% 以北京来讲大概38% 所以说这个占一个相当的 对企业来讲相当负重 以上海现行五险疫经制度为例 包含养老 失业 工商 生育保险 外加残障金 住房公积金 以每月最低基数 4279元人民币计算 企业负担平均一人 1708.18元人民币的社保支出 占比高达39.92% 部分大型台商更传出社保支出金额 从原先的数千万 今年恐怕大幅提高7倍至数亿人民币 根本是支出黑洞 北京当局日前喊出减税降费 个人经营所得才5%到35%累进税率 因纳所得税急剧放宽 看似降低税负 但社保新制上路不排除可能硕及既往 台商恐怕面临更加严峻追税力道 企业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 请打电视铃家卫省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